父亲的儿子 父亲的儿子 都是些没有用的 谈笑怕事 不值得认为他牺牲的东西 我早没有知道你 我是万花 曹宇的女儿 9月20号 在曹宇之女万芳的剧本朗读中 纪念曹宇诞辰110周年 戏剧展演技 连台戏雷宇 雷宇后 在北京宝丽剧院正式启动 据介绍 本次将由法国著名戏剧导演 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指导 将曹宇经典作品 雷宇与其女万芳编剧的雷宇后 制作成连台戏 记者现场获悉 不同于以往的演出形式 在连台戏中 同一天下午和晚上 将连续演出雷宇和雷宇后 让观众们用半天时间沉浸在 曹宇万芳妇女 关于人性的对话与探讨中 谈及创作初中 万芳坦言 雷宇作为一部经典作品 已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作为原作者的女儿 这次的改编对自己来说 既是诱惑 也是挑战 当天的活动上 连台剧的演出阵容也首度公布 刘凯威饰演周平 何赛飞饰演汝士平 石可和孔为同时饰演樊一 佟瑞敏饰演周浦源 徐德亮饰演汝贵 吕星辰饰演四凤 在主持人的串奖下 剧中演员先后亮相与观众见面 首度涉足戏剧的演员 刘凯威在受访时表示 登上戏剧舞台一直是自己的梦想 希望多学习 呈现出更好的演出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演话剧 你说压力肯定有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就当是一个小学生 就天天在学习 包括跟导演 跟几位前辈 还有所有其他我们幕后的每一位 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舞台剧工作者 就是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在参演话剧 但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参演《雷语》 跟《雷语》后什么经典的一部剧 作为我第一次的小演 所以除了说今天不要让自己紧张以外 就是希望尽量投入角色 希望大家相信看到的是周平 为了鼓励这位戏剧新人 同族演员何赛飞也现场分享了 对周平这一角色的理解 好多年没见了 那些现场拍练场第一次见 哦天呐更帅了 然后是我想象当中的周平 是这样子的 因为周平首先要帅 然后身上又有我理解当中 有一定的儒雅之气 还有这个帅气 那种商业家庭出来的这种 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个青年 但是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他这里边有个对抗 有抗争的一个内在的力量 我觉得OK啊 举悉 目前该剧导演与演员 正在进行为期三月的封闭式训练 该剧将于12月5号 在海口湾演艺中心首演 并于12月23号至27号登陆北京保力剧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